不夜天也是一笔糊涂账 虽然聂氏当时也参与了围剿 但聂怀桑的大哥本来就是一个非黑就白的性子 眼里揉不尽半点沙子 魏无羡又干了一杯酒 罢了 罢了 都过了 都过了呀 次日醒来 魏无羡简单洗漱后 就出门沿着后花园的走廊散步 花园被门人打理得很好 齐花一草 争齐豆艳 芳香扑鼻 走廊上挂满了各种鸟笼 滋滋叉叉的鸟叫 或清脆 或婉转 倒也是热闹非凡 魏兄 昨晚休息的可好 听到熟悉的腔调 魏无羡就知道是聂怀桑过来了 好好好 魏无羡一连三个好字 聂兄 酒醒了 好说好说 聂怀桑满是怀念的用扇子拖着下巴 仔细想想 好多年没有这么肆意的罪过了 只是又让魏兄见笑了 哪里哪里 魏无羡笑着说 转头看了看周围满满当当的鸟笼 如今 你这鸟也养得越发多了 聂兄 你捉鸟的本事 我可是妄曾莫及呀 嘿嘿 聂怀桑也没有半点不好意思 兄弟我就这点小爱好 咳舍不了了 魏兄要是喜欢 倒是可以送你一两只 再多就不行了 我可舍不得 哈哈 魏无羡哈哈大笑着 还是聂兄够意思 不过 鸟就算了 我一人一驴 四处云游 带个鸟 那可是走不了 再是折腾没了 也怪可惜的 烤来吃呢 肉也太少了 去去去 那就别打我宝贝们的主意 聂怀桑撑着轰它 一只你也别想了 魏兄 昨日我虽醉酒 可我说的话 我可都记得 我不是做事不承认的人 是我做的 我不会否认 该我做的 我不会推托 可不属于我的东西 我这个人也没有兴趣 聂兄 魏兄 你听我说完 虽然我这人有些小聪明 可在大是大非上面 我念某人自认 还是分得清是非黑白的 寒光均品性高洁 处事公允 我是心服口服 所以 魏兄尽管放心 我不会再多生事端 我念怀桑 虽然不至于说话置地有声 但也是说话算话 如今 我大哥大仇得报 我先游之后 也不至于无脸见他 我也就安心了 至于其他的 我念某人全然不感兴趣 不过 但凡先都有令 我念怀桑必全力配合 魏无羡文言深深一礼 聂兄 魏英替兰战谢过 朗旺基现在的位置 也并不是很稳定 因为金光瑶的种种手段 让原来先门的几大世家 都实力大减 摄日之争中 原来的五大世家仅存了四家 温氏彻底消亡 后来因虎福事件 又让还未喘过气的四大世家 再次死伤无数 刚调养十几年生息 金光瑶又发动围剿乱藏岗 再次重创了几大世家的实力 金氏更是被又一轮换血 如今 除了孤苏兰氏影响不算太大外 无论是兰陵金家 还是云梦江氏 清和涅氏都实力大减 此起彼伏 一些二类的修仙世家 纷纷崛起 虽然为无限 对仙门百家之事 魂不在意 可仙都之位上的 毕竟是兰旺基 他现在最在意的人 哪里又能对他的事 置之度外 全然不顾呢 如今他虽不能站在 兰旺基身边帮他 可云游之时 尽他所能 能帮他一些算一些吧 蓝旺基的仙都之位 是众望所归 可如果下面仙门的人不齐心 他也会举步为奸 如履薄冰 若是四大家族能同气连之 蓝旺基的仙都之位 必然安稳不少 也能做到另行禁止 上下通达 念怀桑赶紧双手扶着 魏无限的手臂 不敢当 魏兄啊 因为我念某人的家仇 把你和韩光君拖下水 我已是羞愧难当 如今能为蓝仙都 尽上一点棉薄之力 是我念某人义不容辞的 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 以后便莫要再提 魏无限抬头看着念怀桑 爽朗地笑道 那是 咱们可是一起摸过鱼 一起打过鸟 一起挨过法 一起 抄过书 念怀桑哈哈接着 好 好 魏兄 魏兄 哈哈哈哈 不是 一起通过床 魏无限捅了捅念怀桑的手臂 啊 念怀桑一个亮呛 差点没站稳 啥时候的事 我怎么记不得了 忘了 有一次你喝醉了 可是在我和江城的屋子里睡得 江城睡觉不老时 你就躺我床上了 没有 念怀桑识口否认 我那是睡在地上了 还是你们踢我下来的 那你还不是睡在我床上过 魏无限音音地笑着 你想否认 哪能啊 魏兄啊 你看 我那不是睡迷糊了吗 念怀桑看遮掩不过 扭扭捏捏地说 嗯 魏兄啊 这事 咱兄弟就不提了 好吧 当年的糗事多了去了 干嘛老惦记这些啊 嘿嘿 你的黑历史多着呢